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今天上午老兵去看病啊 这个自从做节目以来 老兵都得了这个高血压了 特别在节目当中的这个慷慨剂 所以时间长了可能确实会让血压有点高 但还好大概在150左右吧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 这个如果太激情的话 可能真的是影响身心健康啊 所以说咱们做这个节目也是不容易 尤其政治类节目啊 那么这期节目呢主要是谈什么呢 就谈这个乌冬的这个局势 乌冬这个局势突然之间 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那目前呢我知道的这几个信息 信息新闻的这个汇总啊 真实发生的 而不是说美国吹 美国媒体吹牛逼的那种新闻啊 呃今天大家要知道 今天的这个以美国为首的昂萨 我们不能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啊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呃昂萨跟西方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以美国为首的啊 这个昂萨敌对势力啊 那么他们非常无耻啊 我等会再出一集 我会讲加拿大的这个事情啊 呃在加拿大发生的这个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的啊 让我们看清楚了啊 对吧 让我们这些信仰自由民主的人啊 看清楚什么叫自由民主啊 那么他们这个媒体啊 已经都是无所谓了 他就是开除了玛丽 就是造谣啊 就是造谣啊 你看这些西方 今天这些西方的啊 昂油控制下的这些舆论宣传机构 非常无耻 每天都在制造假新闻啊 一会儿说你看俄罗斯啊 有美国总统亲自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要进攻乌克兰 那16号过去几天了 还没进攻 这个世界上最强国家的领导人 变成了一个摇棍 啊 变成了一个摇棍 那再想想看 这就 白左 白左是这个统治下啊 这个世界非常混乱 啊 非常非常混乱 啊 我今天也看了一个 一个调查 就盖洛普的 盖洛普的呢 现在调查是美国成年男性啊 不是美国 不是美国成年 就美国成年人 包括男性女性 呃 认同自己是LGBT的啊 达到7.5% 那你想想看这个总能口有多大 很恐怖啊 非常恐怖啊 就千万千万级别的能了啊 这就是白左的成功之处啊 白能成功下降了啊 从百分之五十七点几下降到百分之五十都不到啊 也就是更多的混选人种被创造出来了 他一直都在搞这一套政策 啊 那要把这个世界搞乱 搞完蛋啊 是他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政策 那么现在呢 这个乌克兰局势呢 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又紧起来呢 我们也很清楚啊 是不是这个白宫啊 下令 这个泽连斯奇 发动进攻 因为本身俄罗斯 总统普京已经给了德国总理舒尔斯面子了 给他面子 啊 是由德国来跟我谈的 让我撤军了啊 那德国工郎部上面可以记一本 好 俄罗斯撤军了 对吧 但是呢 乌克兰政府军 炮击卢干斯克 那么 现在的情况是 啊 卢干斯克就顿巴斯地区 顿尼斯克跟卢干斯克 两个地区的这个实际 最高领袖 呃 下达 总动员令 同时 开始往俄罗斯 运输大概七十万 啊 俄罗斯组的 这个 呃 能源 开始撤退 那么现在呢 在靠近乌克兰的 俄罗斯的 罗斯托夫手 突然之间发生了爆炸 呃 当地迅速进入到紧急状态 啊 然后这个 呃 呃 在乌东地区的天然气管道 被人虚拟破坏 啊 导致天然气泄露 但现在火被扑灭了 啊 那么就是 还有就是 俄罗斯 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由普京 大地 啊 亲自坐镇指挥 呃 大规模核大战的军事演习 洲际弹道导弹 啊 前射 的这个弹道导弹 啊 空射的 啊 陆地发射的 还有发射 带核弹头的 这个叫做巡航导弹 它是真的是炸 啊 它是真的是炸 它不是开玩笑 它真的炸 呃 搞这个军事演习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这次的新闻 我们来看看啊 集结19万人 苏25与S400等装备 俄军最新部署 卫星罩 曝光 尽管俄国16日宣布 已将部分军队撤离边境 但包括美英与北约的官员 都表示莫斯科人朝 俄乌边境增兵 事实上 根据18日曝光的 最新卫星罩显示 在距离乌克兰边界 以北50公里的 啊 卢尼涅茨 啊 卢尼涅茨空军基地 俄军能部署S25地面攻击机 与S400等装备 美官员更估计 俄方在乌克兰一带的兵力 已达19万人 啊 那这个美国官员的 这个没什么好听的啊 但是说 从卫星的 卫星他不会欺骗人啊 从卫星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确实是 部署了这个重兵在附近 啊 那么 在所谓的 啊 西方叙述当中 在所谓的分离主义 啊 势力控制区当中 确实 跟乌克兰政府军在发生这个 这个炮击 而且呢 他们指责这个乌克兰政府军 使用明时克协议当中 明确禁止120毫米 这个迫击炮 啊 榴弹炮 在对 这个卢干斯克和这个顿尼斯克 这两个地方进行这个炮击 啊 那么 这个局面呢 也很明确了啊 美国呢 这边已经都 制裁方案都已经出来了 第一就是制裁 北溪二号 也就是说 他说 俄罗斯如果敢打乌克兰 那么北溪二号将不得使用 因为现在北溪二号呢 已经建功 早已经建功完毕了 但现在在认证 认证要到下半年 要到下半年 啊 然后现在呢 这个所谓的极其 什么 呃 这个外长呢 要齐聚这个慕尼黑 德国慕尼黑开会 来讨论这个局势 那么美军呢 又到这个乌 这个罗马尼亚的 啊 东欧地区呢 开展几千名士兵的 所谓军事演习 啊 可能目前这个局势 搞得紧张起起的 就突然之间 这边又紧张起来了 啊 紧张的根源 我们都很都很清楚 当然是美国的 这个地方搞事情 他像癫狂一样 在这里啊 挑唆一些事情 我们看得很清楚 啊 所以说美国啊 是这个地球上 最大的这个乱源 祸乱啊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呃 白左政府 就是像跟 像跟疯子一样的 像个疯子一样的 他自己 他国内已经乱成 那个屌样了 啊 包括 他 还有跟加拿大一样 啊 在践踏这个 所谓西方他们的 这个价值根基 他无所谓 啊 然后他 不会说啊 我跟中国先妥协 啊 跟再去 使命搞俄罗斯 或者说我先 跟俄罗斯妥协 使使命搞中国 那他不是这样的 他两边他都要搞 他本质大得不得了 啊 都要搞 所以我说过 美国的三朝元老 包括美国一些 真正的一些 啊 有战略 眼光的一些战略家 而不是现在美国 白宫请的这些 傻逼啊 只只只 就是说不知道 这个脑子 得传的那种傻逼 那不知道什么叫 妥协的这种傻逼啊 呃 都是不看好美国 现在这个政府的 为什么呢 觉得这些 这些现在美国 这个政府啊 啊 这种政策 将会把美国搞死 托死 啊 把它给拖垮了 那么确实没错啊 所以说在这个 乌克兰局势当中啊 拜登政府 他当然有 他自己的这个考量啊 包括服务于 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啊 因为可能这个 共和党就要大胜了 他可能就是傻逼一样了 而且他在对内的 这个政策 他就是死水一谈 活不了 明白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他但凡在 他总归有一个车动点 他但凡在乌东这个地方 吸引了美军的一些注意力 在台海这个地方 你看他这两天 就没什么军事演习 当然 他的政治上 跟外交上的动作 他不会断 但是 在这里 他没有什么 很大的军事动作 所以我这两天 我也是在想了一件事情 他妈的会不会 突然之间啊 北京奥运会 这个一旦一结束啊 周一或者下一周 如果说乌东那边 真的干起来的话 我们这边会不会 也直接就是开稿 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今天出来的 这篇文章 我刚才上一期 给大家分享的 这篇文章 它却又说明了很多问题 突然 突然之间 北京放风出来 说这个台海的局势 可能会 啊 优于 这个乌东问题的 这个解决 啊 我们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这个局势啊 真的是欠一份而动全身的 啊 而且非常紧张 我从 大家从这个 啊 我们几位常委 都不露面 啊 在商讨些什么 啊 商一些什么 大家就能看出来了 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能会提前到来 啊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能会提前到来 啊 我们来看 拜登又在这个地方 啊 做这个 啊 摇棍了 普京 已决定入侵乌克兰 锁定基辅为目标 美国总统 拜登今天 指出 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 已决定入侵乌克兰 然而 能有外交斡旋空间 他预期 俄罗斯最近几天 又会行动 拜登表示 我们有理由相信 俄军正准备入侵 并打算 下周攻击乌克兰 他说 美国认为 俄罗斯将以乌克兰 首都基辅 为目标 啊 这就是 这就是 拜登 这次他呢 不报时间了 啊 他不报时间 他说 未来几天 那么他还说了一个 俄罗斯惊奇核武演习 拜登 不认为普京 会真的动用核武 美国总统 拜登 今天在记得会上表示 他确信 俄罗斯总统 普京 决定入侵乌克兰 拜登援引 美国情报部门 亲自说 评估已经改变 到目前为止 我确信他已做出了决定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他重申 袭击可能在未来几天发生 针对俄罗斯今天开始进行的核武演习 拜登表示 他不认为普京会真的动用核武 普京可能是想借此来说服全世界他有能力改变欧洲动态 尽管他不能真的使用此一方法核武 我现在没法说美国的演习会不会比俄罗斯多 因为他的想法很难解读 拜登重申 如果俄罗斯确实入侵 将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经济和外交制裁 并遁述普京重新考虑他的行动计划 他说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 以确保俄罗斯为入侵付出代价 美联系今天报道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美国国防官员在讨论 美国内部军事评估时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 估计部署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地面部队中 有40-50%已经进入靠近边境的攻击阵地 这位国防官员表示 部署在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地面部队 营战术大队的数量 已从两周前的83个增加到125个 每个营战术组有750-1000名士兵 又是美国给的这个评估了 然后呢 就是 已经就是 好像他知道这个战争要爆发 好像知道 因为毕竟泽战斯基是他们这个族裔的 是昂游混合体的 留他来指挥 要来进攻 那么他一旦打这个顿巴斯地区 那俄罗斯肯定肯定他一定会干的 一定他会干 一定会干 那美国已经准备好这个大规模制裁了 那么他的这个大规模制裁一搞以后 普京会不会顺势 再扩大这个攻击面积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说过 俄罗斯一旦被这样使劲制裁的话 那说句实在话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对不对 我们也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不能让他们这个逐个击破 对不对 所以说 北京冬奥结束以后 可能迎来了那一个点了 已经到来的那个临界点了 所以说 我说像这个无成点这种 就是过来来凑人数的 没啥意义 他这个这样的人过来 就是在凑人数 代表台湾政坛 他有点冷 所以你就能看得出来 国台办的对台工作是非常失败的 非常非常非常失败 非常糟糕 到最后只能叫一个这种不路流的 这种还在这个统一的立场上 不清不楚的这样的人过来 对吧 那确实是很丢脸 所以说 这个反而可以被鹰派跟主战派 拿出来大 在内部大做文章 你看那钱的东西是什么人 对不对 好吧 感谢各位支持收看 我是老朋友 喜欢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 谢谢